两个外国佬上一秒还在抢劫 下一秒就变成了畜生 一个看着自己变成了猪 另一个变成了土博鼠 他们两个冲进一家餐厅抢劫 其他人都吓得瑟瑟发抖 只有老三在冷静地吃着饭 被巫师的劫肥非常愤怒 让老三赶紧交出钱财 老三不为所动 慢条四旅继续吃饭 然后拿出残巾随手一挥 接着诡异一幕开始出现 至于另一个劫匪 则变成了一只迷你的土博鼠 男人老三十一名 引退江湖的幻术师 同时他也是留学归来的医生 而此时他所在的镇上 则有怪事发生 男生徐绍青为了向女同学证明 这射箭无神明 竟在神仙面前掏出了家伙 正当他痛快之际 拿神仙手中钢叉 直接捅穿他的脚面 他以为这是神明对他的惩罚 殊不知噩梦才刚刚开始 到家之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 总听见有人在耳边 叫他的名字 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 眼睛凹黑 情神温散 家人以为他是中邪 于是请来道士作法驱邪 他们在徐绍青房里 到处挂满黄服 四周摆满各路神仙 但怪事还是发生 只见了房门无风自动 发出吱吱声响 徐绍青赶紧掏出手枪防身 可突然房门紧闭 手枪掉到地上 他推着轮椅缓缓上前 捡起地上手枪 刚一抬头 两个指人凭空出现 紧接着房间里阴风四起 四周神像风风震动 指人眼睛转动不停 突然指人迎面飞来 徐绍青立马坐入幻境 他惊恐四处查看 一条大鱼缓缓悠来 众人被房间的枪声吸引 可等他们跑上楼 那徐绍青已经被扒了舌头 负责慈安的警察 则在他脸上发现了鱼鳞 但局长阿伟看过现场后 很快就给出了结论 死者眼睫毛充血 红口三大成蓝色 耳后生部贵的紫电 是典型的毒中毒症 果然法医从死者鼻腔里 发现了一些粉末 这东西学名叫乌风散 是西洋一种名为乌玉的 仙人掌果实 提炼而成 吸入就会使人产生幻缺 得有很强谱作用 若操作不慎 使用者的耳后会出现紫电沉电 这东西一般用于治疗麻风病 西洋 麻风 无风散 通过这三条线索 阿伟很快便锁定了嫌疑人老三 五年前从欧洲留学回国 正好是麻风病院的药剂师 可经过一番询问 老三有着充分不在场的证明 就当案子陷入僵局之时 警局队员匆忙赶到医院 死人 又出现了 阿伟等人迅速来到现场 只见两个职人被挂在房梁上 而凶手这次的目标 正是智委会主任委员的女儿 也就是徐少卿的同学张兰芝 经过医生诊断 女孩只是受惊吓过度引起的发烧 休息几天就会痊愈 你认不认识徐少卿 我们是西长长学的同学 这都是大灵王的诅咒 据张兰芝所说 五天前徐少卿过生日 他们一起来到了郊外的大灵王庙 徐少卿本想趁着酒劲嘿嘿 可张兰芝却说 为了证明事件无神明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明明能轻松取人性命 偏偏要装身弄鬼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凶手是在享受玩弄猎物的快感 那他一定会再次对张兰芝下手 当晚警局几乎倾巢而出 埋伏在张家的酒窖里 并让胖子假扮张兰芝 以凶手出现 老三为了证明自己清白 自愿前来帮忙 深夜来临 胖子突然尿急 正当他毫无防备之时 身后的窗户缓缓打开 胖子只觉后起发凉 直接一个龙溪水 回头查看 确定没有危险 再次打开了阀门 可等他回过头 面前突然出现可怕人员 阿伟听到动静 立刻带人赶来 结果打开灯才发现 那只是一个 吊在房梁上的假人 而酒窖门口 则传来孩子嘻嘻 警察抓着胆子打开房门 走廊里却空无一人 可随着孩子声音消失 一颗弹珠落到了地上 接着无数弹珠奔涌而出 老三见状赶紧让警察 把门关上 弹珠总算被截停下来 可突然门缝中挤进来一刻 他慢慢滚到了人群中 老三刚意识到危险 完全被炸翻在地 唯有张篮至一人 被挖去了心 挂在了房梁上 众人将尸体放下 而那神秘凶手 居然出现在了镜子里 阿伟立刻转身开枪 可当然只是伸出右手 子弹就被悬在空中 接着他单手一弹 将子弹还给了阿伟 老三见状一把将他推开 阿伟瞬间起身 一个剑步将神秘人推到院子里 他一拳拳砸到凶手脸上 本以为凶手这下死定了 可神秘人双指一挥 一旁酒罐瞬间飞来 砸开阿伟后 神秘人笔之其身 周遭的竹杆板凳 也随着悬浮半空 他双支翻转间 着以板凳率先进攻 将阿伟定在墙上 眼看就要用竹杆将的插死 神后的警察一起开枪 神秘人只好作罢 陈亲翻神 阿伟板凳上前 对着神秘人一阵输出 他伸出右手想要施法 结果被阿伟一个琴拿撂倒在地 此时角落里老三的妹妹莫莉 身为报社记者 当然要拍照记录 可下一秒 神秘人直接变成了一只鹰飞走 此时大家才看见老三 刚刚中了枪 第二天在医院里 莫莉逃出了昨晚拍的照片 阿伟这才看清 那神秘人的一只手 只有三根手指 正当他疑惑之际 病房的窗口又出现了两个使人 阿伟顺着指人看去 这才发现第三个被害人出现了 可根据张兰芝所说 那天只有他和徐少卿 走进过大灵王庙 如果他们只是因为 亵渎神灵遭受惩罚 那禁文飞又是为了什么 看来事情不止亵渎神灵 那么简单 他们三个人的交叉点在哪 欣赏中学 从校长口中得知 原来在四年前 学校有四个学生 投拿手枪出去玩 结果手枪走火 误杀了一名路人 其余三人只是被停学 而开枪的学生裴静芝 被判了三年 出业后就音信全无 凭空消失 瞧的是他刚好是断职 三人走出警局 刚准备全程搜捕裴静芝 结果司机还没上车 车竟然走了 阿伟这才注意到 司机的手势断职 但为时已晚 两人瞬间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绑在了一个纸扎垫 四周到处都是诡异的纸人 而神灵人的身份 也终于被解开 果然就是裴静芝 真相是瞒不住的 你杀了人 就必须认罪 真相 我来告诉你 什么是真相 霍尔带偷走他爸的手枪 本想在同学面前装一下 却不小心打中了一个路人 女人躺在地上 请求他们相救 可好巧不巧一辆汽车路过 他们怕被人发现 于是将女人拖进了树林里 富尔带只是怕他爸知道了责罚他 干脆一不做而不休 朝着女人补了一枪 还强迫其余三人一人一枪 虽然四人都开了枪 但却只有裴静芝一人 被判入狱三年 在牢里收到了飞人的虐待 就因为那三人的父母 回复鸡柜手眼通天 他们沆瀉一气 一口咬电是裴静芝一人开的枪 出狱之后 他的父亲死了 母亲疯了 所以他才下定决心 向那三人复仇 说完他将枪口对着拉围 刚要开枪 庞子及时赶到 面对众多警察的包围 裴静芝只也有一句话 至此连环杀人案告破 卡维总觉得案子 进展太过顺利 这一天末离生日 他和庞子来到老三家里 却无间发现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间的女人 正是四年前被误杀的路人 于是他便向老三询问真相 四年前老三妻子死后 他被叫到了徐家别墅 几个富二代的父亲 端着一盘抚恤金 跟他说他们的孩子 在玩墙时意外走火 射中了他的妻子 可能老三走出别墅时 却看见了二楼窗户里的徐少青 于是他找到了 出役后的裴静芝 叫他换术一起复仇 因为计划失败 所以裴静芝也必须死 老三举起右手 老卫瞬间被拉入了幻境 所以说危惊唐人苦 莫全唐人善 可事到如今 阿伟依然满嘴人意道德 老三一气之下 手掌一番将他重弄摔在地上 而他面前出现的是 母亲被恶人欺负的场景 可即便是这样 阿伟依然坚守正义 老三没有办法 一把将他锁吼 眼看阿伟就要隐恨戏笔 莫里突然大意灭亲 一枪打中了老三额头 案子这才了结 一个月后 莫里打算去法国进修 阿伟将他送到了车站 可就在要分别时 他无意间发现莫里耳后的子爹 原来真正复仇的人是莫里 老三知道之后 一直在帮妹妹打掩护 在知道自己费劳晚期之后 设计用自己的死 彻底结束妹妹的复仇 最终莫里被关进了大牢 而几天之后 一个熟悉的身影 竟出现在了监狱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